好 华联市公所在12月14号是举办了110年度社区发展协会 业务联系汇报即会务培训讲习政策宣导的活动 邀请了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华联分局以人民团体税务为专题演讲 另外明年度有许多的社区发展协会理监事将会改选 那么市公所是特别是以人民团体法相关事务为主题 让社区干部来了解重要会务的内容以及计划申请和销的流程 华联市公所举办110年度社区发展协会业务联系汇报 及会务培训讲习政策宣导会 邀请了29个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和干部来参加 市长魏佳贤表示 市公所积极向上级争取经费辅导陪伴社区成长 透过工部门和社区的力量 要提升社区营造品质和工作者能力 让社区可以蓬勃发展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社区的一个联合讲习会 那主要也是要辅导社区 在很多的一个环节里面 能够持续的按照法令规定的一个相关规范来走 那前段时间也有社区反映 在国税局的一个税务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国税局的相关人员 来解释一下社团经营的时候 碰到税务的部分应该要如何来做相关的解决 那也要符合到法令的规范 那我们希望说每一个社区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在法令市辖区内的也都可以提出相关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会来邀请相关的讲师来解大家的疑惑 那我们希望经由一连串的课程 让每一个社区不论在制度还是在会计制度上面 都能够完善跟健全 未来有利于社区能够永续经营下去 也能够照顾更多的我们社区的民众 这次讲席会特别邀请到财政部北区果税局华联分局 以人民团体税务为专题演讲 另外明年有很多社区发展协会的礼件事要改选 市公所也特别以人民团体法相关的事务为题 让社区干部可以了解重要的会晤内容 还有计划申请及合销流程 市公所10年前也开办了社区发展工作评件业务 邀请到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组成评件小组 从旁辅导社区进行评件 也鼓励指导社区可以向上级争取经费 作为社区建设活动及观摩使用 介络会欢事报道